关注总道主,啥菜你都会煮 哈喽大家好,我是总道主 欢迎收看我的美食视频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广东茶楼里面必点的香芋蒸排骨 做法非常简单 在家里也能轻松的做出美味的早茶排骨 首先我们准备两条新鲜的排骨 最近的猪肉又开始涨价了 现在的排骨24块钱一斤 这里是一斤多一点点 首先排骨买回来之后 我们先把排骨剁成均匀的小块 大小尽量均匀一点 这样我们在后续争制的时候才能保证熟度能够一致 砍好之后我们先把它装入碗中 然后加适量的生粉进来 再加少许的清水 然后用手将它抓洗一下 把排骨的血水 脏东西给它抓洗出来 接下来把它放到水龙头底下 用清水把里面的淀粉给它清洗掉 接下来用长流水将排骨进行憋水处理 所谓憋水就是用流动的水冲洗去猪肉的一个血腥味 还有扇尾 在排骨憋水期间我们来准备些许的料头 准备大蒜适量 然后将它拍扁 再用刀将它剁成蒜末 把剁好的蒜末将它分成两份 分别给它装起来 我们再准备小葱一把 把小葱洗干净之后 将它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先给它装起来备用 下面准备一根红椒 这个的作用就是搭配颜色而已 将它去紫后改刀切成红椒丝 最后将它切成红椒米 切好之后将它和葱花放在一起 然后将它抓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配料 芋头 我们选用粉糯香甜的利谱芋头 将它去皮 然后清洗干净 接下来把它切成大概厚度1.5厘米的厚片 把它的边角给它简单的修切一下 再把它改刀切成正方形的小方粒 把芋头切好之后 先给它装起来 然后用清水将它清洗一下 清洗掉芋头表面的一个淀粉 接下来需要把芋头炸一下 我们起锅烧宽油 把油温烧至五成 然后把芋头放下去 用勺子给它不停的翻拌 这样的目的可以使得芋头每一个位置都可以均匀的炸得到 带到芋头浮起来 那就代表芋头已经炸透了 然后炸到金黄色 微微的金黄色就可以了 取一半的蒜泥 将它用自来水冲洗一下 给它沥干水分 然后放下油锅 将它炸至金黄色 炸到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捞出来 这时候的排骨已经憋水了20分钟了 可以看得到现在的排骨的肉色已经偏白了 然后将它拿出来控干水分 取一个干净的毛巾或者是厨房用纸 将排骨给它吸干水分 接下来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精盐 然后将它用手捉拌均匀 将排骨不停的去捉拌 把排骨捉出粘性 接下来准备少许的清水 我们采用少量多次的倒进排骨里面 等到排骨将水分已经吸收进去了 然后再一次的加水 加水之后再一次的给它去捉拌 抓到它起焦发黏 加水的目的可以让它吸透水 这样的话它的口感会更加的鲜嫩 下一步再加其他的调味料 加适量的鸡粉还有白糖 还有少许的胡椒粉 再次的给它捉拌一下 将它的调味料给它捉拌入味 把调味料给它捉入味之后 这时候我们加适量的生粉进来 继续的将生粉给它拌匀 把生粉拌匀之后 我们把生蒜油还有熟蒜油给它放进来 最后来上些许的花生油 这个时候要是再有一点豆子的话 那风味上会更加的好 但是我加的话刚好是没有了 我们取一个盘子 然后将炸好的芋头给它放进来垫底 接下来就可以把腌制好的排骨给它铺在上面 尽量将它铺平 不要堆在一起 处理好之后 我们起锅烧水 然后把排骨给它放进来 水开上汽给它大火 大概蒸1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时辰一到 这个时候已经蒸了12分钟了 这个锅蒸流水有点大 我们把适量的汤汁给它倒去 出锅之后 给它撒上一点性感迷人的小青花 就这样这道香喷喷的香芋蒸排骨就已经做好了 它的做法其实是蛮简单的 只是要掌握我视频中所讲的几个要点 在家里也能轻松的做出酒店的香芋蒸排骨 需要注意两个地方 第一排骨需要进行憋水处理 憋过水的要比没憋过水的口感上要更加的好 第二需要注意腌制的顺序和步骤 喜欢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试做一下 好了本期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